哎呀,工作了一天好累啊 好在马上就能到家了 舒服的床啊,我来了 哎,什么鬼 我不是在睡药吗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会在水里啊 我是不是又穿越了啊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阳梦的百宝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啊 这款叫做梦境世界的梦的 主角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两张床 能够让你在美梦空间和噩梦维度之间自由穿梭 左边这张蓝色的床呢,可以通往美梦空间 而右边这张灰色的床呢,则是能前往梦魇维度 那该如何制作这两种特殊的传送床呢 很简单,打开工作台,放上最基础的床 加上一颗Hope Meshwam希望蘑菇 就能得到一张代表希望的梦境之床 放上基础床,再加一个Despair Meshwam绝望蘑菇 像我这样排列,就能得到代表灾难的梦境之床 是不是很简单呢 有一点我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你使用梦境之床传送到另一个世界以后呢 另一个世界可是没有传送回来的床的 所以在你睡觉前往另一个世界之前呢 一定要准备好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床哦 这样才能返回主世界呢 那我们就带上火把,先去噩梦微度看一看吧 我去,这个世界怎么那么黑啊 三角下的是岩浆湖啊 哎呦,黑不溜灸的就算了 回头就是一只猎人 哎呦,这里还有一只苦力怕 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生物啊 哎呦,不行,这里实在是太黑了 看到我眼睛疼,马上吃一瓶夜市要水吧 哎,快看 前面竟然有一只可爱的游魂 哎呀,该怎么形容这个地方好呢 感觉这地方就像是另一个地狱 同样的岩浆湖,同样的生物 感觉就是给地面换了一个颜色而已 如果要我说出另一个不同点啊 那就这个世界还多出了原本世界的怪物吧 僵尸小白什么的 哎,算了 感觉这个世界没什么兴起的东西 我去另一个美梦世界看一看 看,这就是我之前来过的地方 一眼望去全都是绿色啊 多么充满希望 这只连树干里面都变成绿色了 我们去别处搜寻一下 看看有没有特殊的生物什么的 找了半天连头猪都没有 我试试能否把这里试试成晚上 什么鬼 我的指令居然没办法影响这个世界 难道说 这个世界是不会刷怪的 我们找一个矿洞看看 这叫矿洞里面有没有小巷师 哎呦,除了一些奇怪的材料 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东西了 我还是回到原来的世界吧 没有危险的世界太无聊了吧 哎,不过 用来做我另一个仓库 倒是很不错的 除此之外呢 这款MOD里面 多了许多奇怪的矿石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奇怪的矿石 来制作各种装备武器 看我这一身彩虹盔甲 是不是花里胡上级了 再给你们看看 噩梦世界里面的恐怖生物 虽说在噩梦世界里面 我没有找到一些生物 但是我可以直接用生成蛋来召唤吧 第一种呢 就是会发出恐怖叫声的僵尸 长得也特别圣人 完全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还有这种迷你苦力怕 不要看它个头小小的 爆炸的伤害可是普通苦力怕的好几倍呢 不信我切生存模式给你看一看 看 我背后的苦力怕爆炸后 我瞬间就掉了八颗爱心 好在这些迷你苦力怕只有伤害高 它们的爆炸范围啊 甚至小的可以忽略不见 还有一种生成蛋 我不知道是我的bug 还是这个mod自带的 居然可以直接生成巨大的僵尸 相当的有意思 可以变相的增加难度 好了 这款mod的综合评价只能给它六分 创意并不是十分出众 除了美好梦境中的材料 可以用来建造更好看的房子以外 噩梦维度也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探险机制 当然以后能继续完善就更好了 我们本期的I-MOD保表箱到这里结束咯 那这款mod喜欢的小伙伴 还是可以去安装一个体验体验的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